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 不去 为什么呀 你就不刚好有嫁 我刚好失业嘛 而且你还没问我 去哪儿呢 我保证是一个特别神奇 特别好玩的地方 去哪儿啊 刘温敬老家 没想到吧 是这样的 刘温敬老家给他打电话 说家里被水冲了 又管他要钱 所以呢 他就特别不放心 说回去看看 顺便可以把学习证明给补了 他家被水冲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呢 我们俩可以陪他一起回去看看 顺便来一个小众旅行 是不是很惬意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 刘温敬出生长大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就去吧 插销出差 你就忍心看我们两个女孩 独自在外 颠簸在这个 相间的小路上吗 听票啦 华华 莫助你可真速度啊 我东西还没理呢 你都快理完了 花花 要不然你别跟我回去了 我老家的环境真的太差了 那怎么行呢 我们说好的 你说好带我一起去的 我好不容易把教授 一起拉过去了 票都定了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一起去 别带教授了 你是不是一个万恩负义的 人家教授教导你作业 多辛苦呀 多少心血呀 这么好的事情 你怎么能不带上他呢 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路上太奔波了 回去的时间又久 大家生活喜欢又不一样 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不少